一間扛起涼桶水 繞一圈在這裡是遊戲 但在無水可用的村莊 卻是一部人家一天的用水 水資源有多珍貴 學生們馬上能懂 自己洗手剩下的那些水 拿去澆花 或者是說洗菜以後的水 也可以拿去澆花 提水 這麼少的水 就是這麼的重 可是這麼一點點 真的是不夠我們的用 讓他們親身的去體驗 感受到生活上 要好好的愛惜我們的水 真的是很重要 此一志工走入快樂國小 宣導環保觀念 而環保行動也早在校園中卧食 教室裡做資源分類 教室外 雨水鋪滿 用來灌溉菜園 也是乾旱來時生態池的救命水 雨鋪滿一定要見到低處 它從上面的雨水 這樣子順著排水管流下來 然後集合之後的這個水 然後我們才可以來做 其他的用途 珍惜資源在校園裡 也會帶回家中 落實在生活裡 帶來新聞 我們珍珍美志工 佐金碧 謝秀丸 謝錦智 唐原報導